南门龍馬從故鄉屠左高枝 到了江戶東京 究竟曾經去過哪些地方 你知道嗎 龍馬的老師聖海州度過晚年的居所附近 已經變成內行人去東京旅遊時 下榻旅宿的獨到選擇 龍馬的妻子阿龍所安葬的港丁 為何成為海巡迷朝聖的聖地 而位於東京以及近郊 一些公投間的私房景點 在這集一併告訴我 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是旅行長公投間 今天龍馬之旅的前兩集呢 跟大家介紹他的故鄉高知 以及初鄉觀的兩條路線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談談 他去江戶休息建道時相關的史跡 所以今天這集龍馬之旅 有關歷史故事的部分呢 琢磨稍微少一點 但可以算是一部 東京私房景點的整理 跟著公投間一起追尋當年龍馬在江戶 也就是現代東京的種種足跡 內容很豐富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梵本龍馬從互相到的江戶 首先就是要去 屠左梵底報道 然後呢也應該要去 預定拜師學藝的道場打招呼 當時的各梵 在幕府所在地的江戶 都設有 梵所或者梵底 而且有前有事的梵 往往不只一處 宿舍 稱為 巫夫 例如屠左梵 便設有 上 中 下 巫夫 等 報道完畢之後 就會被分配到位於竹地的中巫夫 或者是 品川的下巫夫去 而他要去學習的千葉定級道場的位置 其實就離 屠左梵 上巫夫不遠 就在 斷野橋外的 桶町 而今天 如果我們來到東京 後裔 八重州的 京橋地鐵站的上方 有一條 斷野橋通 在路邊就可以找到 千葉定級道場機的說明牌 龍馬來到江戶的時候 當然還沒有鐵道車站 而如果你現在追尋他的足跡到這裡 也不應該拍完照就走 因為前幾年改裝後的 東京裔 延伸到車站前的 丸之內 和 Kite 都是人們非常喜愛的逛街 跟飲食的區域 特別是丸之內 雖然平常不是旅客逛街的地方 但他被稱為東京的華爾街 很有紐約街道的氛圍 我之前看 枝田育餓和 寧木寶奈美 主演的日版 金莊律師 也一眼就看出 故事舞台就設定在這一區 很值得去朝聖 其實 從丸之內這個地名 就可以知道 它跟過去的 江戶城的本丸有關 現今東京的皇居 就是以前江戶城的位置 而從歷史地圖來看 以前的江戶城外豪 是比現在範圍更大 屠左反底 就在外豪的斷野橋旁 而這整大塊的膚地 在明治時代 就改建為近代建築 正是東京藝以及丸之內一帶 至於屠左反的上屋夫 也就是 反主在江戶的住居 位置就在目前東京藝南側的 東京國際forum 這裡過去曾經是東京府廳 90年代 都廳遷到新宿之後 這裡就蓋起了會議中心 裡面也有說明牌 寫著 建帝乃是江戶時代 屠左反與阿波反的上屋夫 中坪有一座人物雕像 不過和屠左跟龍馬都沒有關係 而是紀念最早在江戶 築城的太田道貫 剛才提到屠左反底 有分成上中下屋夫等 像龍馬這樣從 反裡來的武士 就住在中屋夫 或者是下屋夫 今天如果打開地圖 會找到一個 屠左反中屋夫姬的標的 他的位置就在竹地 聽到竹地 應該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地名 大多數人講到竹地 想必都是 魚市場 壽司大 八千代 大河 或者愛陽 咖啡館等等 當然 這些隨著魚市場搬遷到豐州 也就成了美好的回憶 竹地 顧名思義就是填海造地而成的區域 而且是從江戶時代就開始填海 所以竹地的範圍並不小 並非只有魚市場跟本院市那一頭 而屠左反的竹地中屋夫 就在另一邊的 新富丁地鐵站上來 現今中央區域所的位置 當龍馬第二次來到江戶時 在竹地的反底等著他的 還有他的同鄉親戚 武士半平泰 武士因為文武雙全 開設私塾跟道場之後 在屠左反的影響力 與日俱增 因此特別被臨時御用 派往江戶 進入到靖心明治流的視覺館 無論如何 這對遠親總算是在江戶重逢 也算圓了武士胸懷天下的夢 附帶一提的是 當龍馬來到江戶的千葉道場 的同一段時期 也還有另一位年輕的武士 也不遠千里 從長州也就是三口縣 來到江戶 進入了當時與千葉齊名的 三大道場之一 神道無念流的煉兵館 他就是很多人也很熟悉的貴小五郎 原本煉兵館的位置後來建了 靖國神社 如今在神社的南門內 也可以找得到煉兵館機 同樣提供給對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其實提到靖國神社 總是有許多的爭議 但是如果是去尋找道場的時機 應該就算是單純的歷史採訪吧 說到品川 那也是許多旅人跟遊客 都非常熟悉的東京大戰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在品川區藏著一座 20歲的龍馬像 其實啊 就是我曾經在幕末這部影片中提到的 當美國的黑船來行之時 幕府緊急召集在江戶的大名巫夫 派出凡兵守備海岸 龍馬也被編入了黑船緊固的隊伍 守備的範圍就是品川的 屠左帆夏烏夫附近的海岸 從JR的品川E 搭經濟電鐵五站 就會到立惠川 從車站出來 左側有一個小公園 便樹立著龍馬像 而旁邊的說明文字 還特別強調是 龍馬與世界相遇的品川 附近還有一個 冰川砲台機 而由於填海造陸的關係 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海岸線 必然與當年龍馬所看到的 有很大的不同 品川是找騎許多旅客 會選擇住宿的地點 到空港也有電車或者巴士可以直達 但目前似乎稍嫌老氣 我也只有去出差或者是開會的時候 才會住在這裡 但是幾年前 品川王子大飯店頂樓的 Dining and Bar Table Night Tokyo 整個新莊開幕 酒吧的視野和氣氛都很好 如果延伸到周邊 那麼位於北品川附近的天王洲人工島上 有四田倉庫 以及建築倉庫博物館 都是近年我常去看展覽的空間 而且島上的TY Harbor美式餐廳 也是曾經去用餐的地方 還可以觀賞品川的海景第一排 相當的愜意 在東京有一塊區域 早期應該比較少旅客前往 那邊是江東區 其實大家熟悉的台場也算是江東區 但我指的是它陸地的部分 以前我曾經納悶 它既然在 羽田川以東 為什麼不叫川東呢 後來才搞清楚 原來是江戶之東 顯直就像是一個畫外之地 而事實上根據資料 現今的江東區 有七成以上的面積 幾乎都是填海而成的新生地 如果是回到江戶時代 那就是 羽田川和荒川河口夾著的一個海灘 堪稱夏丁的夏丁 那由於黑船來航事件 使許多當時的武士們意識到 光是劍術不足以攘移 為了抵禦海上來的入侵 掀起了一股學習炮術的風氣 而當時的藍學大家 其中一位就是佐久間向山 向山當時在江戶有兩處私屬 學問屬是在銀座 而炮術屬呢 那當然就不能在丁內 而是必須到 過了羽田川的海邊去操練 他的位置就在如今江東區的 門前重丁附近 搭地鐵來到這裡 才發現還有一條 深川重丁通商店街 位於深川不動堂前 雖然不長 卻依然保持著濃厚的下丁風味 這也是我說過 而且以後還會常常說的 如果不是因為探訪歷史人物的時機 還真的不會來到這些地區呢 而佐久間向山的炮術屬機 就在其中一條運河的橋邊 當年曾經跟隨向山 學習炮術的人 包括盛海州 吉田中英 橋本左內 當然也包括了 班本龍馬 而如果返回鬧區 也可以來到位於東銀座的 向山屬機 在一路散步 到銀座的 Ginza 6 以及旅遊服務中心的 Terminal Ginza 這些都是因應 日本觀光立國的設施 當年也服務過許多旅客 卻不知疫情過後 是否別來無恙 應該是要在就地重游的時候 之前在介紹北斋的影片中 曾經提到 我前往墨田區的景思丁 去參觀2016年開幕的 墨田北斋美術館 當我走出車站 習慣總會看看街旁的地圖 這也是日本非常便利的公共建設 而地圖上有一個名字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就是聖海州聖誕之地 看到這個名字 龍馬迷必然眼睛一亮 因為他就是龍馬最尊敬的老師 聖海州原名聖林太郎 算是德川家體系中的小武士 他的官職雖然小 但是自學荷蘭文有成 算是有世界的眼光和知識 那就被提拔進入幕府 擔任異國接待員兼翻譯 後來又被派去長崎海軍傳洗所 而這一段我們之後會另外再介紹 有一次回去東京參與策展 和夥伴們前往位於赤板的名博 就是Airbnb 在上坡處抬頭 木然就看到街角有一組的銅像 遠遠看就認出 那是龍馬跟聖海州 那之所以在赤板會有一座兩個人的銅像 因為所在的位置就是海州晚年的住所 他並且在這邊寫下了冰川清化 關於兩個人如何相遇的歷史 在我預定即將出版的 《公投間的龍馬之旅》裡面 會詳細寫到 在這邊就不多說了 要說的是 在這附近的赤板建復車站 因為有丸之內線跟銀座線兩條地鐵 而附近的溜池山王 也有銀座線跟南北線兩條地鐵 可以說是交通非常的便利 而且整個附近的飲食餐廳選擇很多 近年來也成為許多朋友 去東京時喜愛下榻的住宿地點 比起上野、池袋、新宿這些大戰 相對顯得是個內行人的選擇 欸會不會這樣一說 以後大家都跑去那邊住 包括之前我曾經介紹過的 歐某山東京赤板百青野集團 還有曾經住過的設計旅店 Hotel Lisperio Akasaka 而喜歡傳統沉穩風格的也可以選擇 東極赤板卓越大飯店 就是 還有更多平價商務的飯店 當然不要忘了安頓好之後 可以打開地圖找到 盛海州版本龍馬的濕地像 走上斜坡來看看這對濕土 也體會一下盛海州晚年居住區域的視野風景 好 那麼其實除了在東京市區的以外呢 在東京的近郊 還有一些跟龍馬生涯相關的時機可以拜訪 如果有心 確實是可以搭電車離開城市去走一走 其中之一 當然就是我們不斷的提到 不只和龍馬生涯有關 甚至和整個日本的歷史都有關的 黑船來行 從東京的品川義搭乘 金兵級型 也就是金級電鐵 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就可以來到位於山浦半島尾端 捕赫的金級九里兵 在這裡有一座培禮公園 以及小小的紀念館 展示著這一次歷史性的事件的過程跟細節 同時也有一些相關的出版品跟紀念品 附近還有一個黑船食堂 不過必須誠實的說 這裡除了小小的海灘以及紀念館以外 可以看的真的不多 它唯一的意義 就是開啟日本木末時代的歷史意義 大概真的要像我這樣的歷史宅才會來 千萬不要帶女朋友去夜會之類的 不過既然都已經搭了金級電鐵來到九里兵 附近有幾個地方 確實可以順遊的 其中之一 確實跟龍馬也有密切的相關 那就是你回頭搭電車兩站到絕之內 再轉移站到京極大京 這是龍馬的妻子 歐六阿龍 晚年居住的地方 當年龍馬被暗殺之後 阿龍成了遺孫 他去過高知京都 最後輾轉來到關東 嫁給一個擺攤子的小商人 西村松兵衛 改名叫西村赫 從此就定居在橫須赫 過著貧苦 但或許相對自由的生活 晚年酗酒 直到明治39年才過世 享年64歲 從荊棘大京步行前往信樂寺很近 中間會經過小小的街區 而一些商店也以龍馬跟阿龍為號召 信樂寺雖然不大 卻是一座美麗的寺廟 阿龍的墓 就位於後方的墓園當中 細心的人或許會發現 他的墓碑上 並沒有冠以後來改嫁的西村這個姓氏 而是直接寫著 正是位版本龍馬之妻龍子之墓 雖然對後來照顧或收留他的西村 似乎不太公平 但是或許可以說是那些 飛黃騰達的故舅們 對龍馬與阿龍的補償吧 尤其龍一個倔強現代 歷經了木末風雲的女子 長眠在這離海不遠的皆兵中 看完了時機 如果還有時間 可以往回搭電車到橫須賀中央 這是一座充滿了海軍和美國氣息的港丁 因為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適應部都設在這裡 而且還有日二戰爭的紀念艦三立號 旅客不但可以搭船遊覽橫須賀軍港 有機會可以看到許多軍艦甚至航空母艦 甚至還可以登上三立號參觀內部的各種空間 並了解日俄海戰的歷史 像我曾經在夏威夷參觀過 秘書禮號戰艦紀念館 又來到這裡 可以說是將整個日本海軍的歷史 直到太平洋戰爭串聯起來 對於理解這段過程是很有啟發的 當然除了這麼硬邦邦的軍事迷 可能才會喜歡的主題 在橫須賀也有充滿美軍風味的商店街 還可以吃到有名的海軍咖哩 而由於聖海州和龍馬也分別被稱為日本的海軍 以及海上貿易之父 那整個主題就貫穿起來了 好 最後 既然我們要講歷史主題旅行 其實在東京近郊 還有另外一個跟龍馬和美國有關的港丁 那就在這一集一口氣都介紹給大家吧 那就是位於伊豆半島的夏田 簡單來說 夏田是培里第二次來行的港口 也是美國最早設立領事館的位置 同時也是吉田松茵想要偷渡出國 以及龍馬被赦免 託凡之罪 得以正式跟隨聖海州學習的轉類點 富有非常豐富的歷史意義 更被稱為龍馬騰飛之地 我會建議和前面的史基要分成兩趟行程來走 都以品川或者是橫濱作為據點 假設你前一天去了九里丁和橫須賀 那回到品川 隔天再從品川或者橫濱 搭新幹線到熱海 再前往伊豆級夏田 在夏田 你除了可以找到培里和松茵的紀念碑以外 在港灣中心點的圓濱海遊公園 也矗立了一尊龍馬銅像 而市中的寶福寺 由於當時作為幕府的夏田奉行所來使用 成為上述許多歷史發生的地點 更是大大的宣傳 可見只要跟龍馬沾上一點邊 都是當地深貴的旅遊資源 有人可能會覺得 為了一個歷史人物要這樣來回奔波 還要花寶貴的時間跟金錢值得嗎? 其實倘若你不像我這般來去匆匆 在這條線上的合金是每年賞鷹的名所 而伊豆半島的海岸線也是知名的度假聖地 而熱海更是關東地區老字號的 溫泉飯店的集中地 往回到小田園還可以參觀小田園城 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一條觀光路線 都一併提供給大家作為規劃行程的參考 這一集我們講了版本龍馬在江戶東京 以及近郊的相關時機 那還有哪一些歷史人物相關的旅行 是你會有興趣的呢? 也歡迎留言給我會陸續安排來講解 而公投間的龍馬之旅書籍 預定將在11月出版 文字和影片各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也非常值得收藏保存 請密切關注粉專和本頻道的訊息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公投間觀點的時事跟旅遊話題 我們下次見